没想到呢,广州精神阳科有一间公司呢,今年也被老美给制裁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我们从两个方面看 一个方面呢,就是这家公司呢,被老美给制裁呢,肯定会对公司的发展有影响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 能被老美给制裁的公司啊,那肯定是有点东西的 那么很多人会问啊,生产一个普通的开关店员为什么会被制裁呢 其实大家是对这家公司的这个生产产品不怎么了解啊 我们看一下它这有一个资料 它除了生产这个一系列的开关店员,它还有各种模块 然后呢,它还有自己研发的芯片 啊,等等领域啊,都有这个精神阳公司的产品 就包括我前两年修的一个设备里面啊,就有精神阳模块的生影 那么像航天医疗这些领域所用的精神阳公司生产的产品呢 我们无法去了解,那么我们就找一些 我们相对来说容易接触到的一些产品啊 去了解一下这家公司的产品 这边呢,一共是三个机壳电源 一个导轨电源 然后呢,还有一个精神阳的模块 这两个机壳电源呢,它是小体级的啊 就是后面有22的啊,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导轨电源 那么我们把这个已经拆开了一个啊,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这个里面的用料以及电路的大概结构 首先我们从22的输入看啊,这边采用了一个缓充的一个热敏电阻啊 以防给这个电容充电的时候电流过大啊 然后呢,这边还有一系列这种 然后看它这个输出呢,是采用的这种固态电容啊 我们知道这个固态电容它的寿命更长啊 因为它这种电源呢,一般用在这些设备里面呢,是长时间通电的啊 而且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啊 我们知道这个电容它对这个温度它是 对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啊 你像这些,我们在其他电源上维修采用的电容啊 它就是长时间的这个工作 以及这个高温环境下啊,它就容易鼓包 像这种呢,它就完美的啊 解决了这种问题啊 就提高了它的一个稳定性 我们再看一下反面啊 首先,最值得看的就是这个新型的半导体元器件啊 它这个呢,就是为了啊 提高这个高温电源的工作频率 为什么要提高它的工作频率呢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变压器啊 做得特别小 就是减小整个电源的一个体积 刚才不是说的吗 它这个是一个R2 就是这个小体积科养电源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参数啊 是150瓦,12V,12.5A的一个输出功率 那么达到这个功率啊 体积又做这么小的话呢 就一定要啊 它的这个转化效率要高 实际上它就用到了这个新型的半导体材料 然后它这个电路采用的是一个有缘前卫的电路啊 我们知道这个有缘前卫的电路的它 呃,这个电路托本的本来就是一个高转化率的一个这样一个设计啊 那么它就通过这两方面的技术呢 使我们这个开放电源的转化效率的更高啊 其实现在我们在这个生产开放电源的时候呢 追求的就是一个体积小 这就是转化率要高 损耗要小啊 所以说它呢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的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这个 呃,输出部分呢 也是采用了这个同步整流啊 它是没有2G管的 就是通过一个MOS管啊 进行一个同步整流 那么它这呢也是为了提高这一个转化效率的啊 我们知道这个2G管整流的话 它有一个压降啊 一般的0.0.4V 0.3V啊 像这个削车机的话就0.3V 那么像我们这个MOS管的话 我们知道啊 打开的话 它的这个导通电子的话 一般都是毫无级别的啊 所以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损耗的 然后这边呢 采用了两个贴片的整流桥并联啊 为了增加它的功能 当然它这个用这个贴片的话呢 也是为了减少整个这个电源的一个体积 然后再看正面呢 它这里也是啊 打了很多这种白色的胶啊 进行固定啊 这个电容上面的一个热锁管呢 是我把它给剥掉了 为了看里面的参数 输出呢 还有一个电感啊 同样也有指示灯 不过这边还有一个小的这样一个 隔离驱动的一个偶合变压器啊 它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变压器 看到没有 它这有触刺激 触及和刺激的 然后呢 它这个功率元件呢 通过这个上面的导热胶啊 把这个热量的传递到这个外壳上面 使它的散热呢 会更好 并且做了这个绝缘啊 这个黑色是做的绝缘 那么通过我们对这个简单的开玩电源的 做工以设计的了解呢 那么我们想一下 它用在比较高端一些领域里面的 一些产品啊 那么它的做工和设计呢 更可向而知啊 所以说大家应该知道啊 为什么会被劳美制裁 为什么会被劳美制裁